垃圾徵費延後至今年8月1日實施 社協在上月訪問了306名劏房和板間房等的租客 關於垃圾徵費的意見 調查結果顯示 多數受訪者擔心徵費引起額外的經濟開支 其中超過七成受訪者擔心額外購買垃圾袋或指定標籤 會造成經濟負擔 另外有近半受訪者就說 家裡無位置儲存可回收物品 由劏房租客就說 因為居住單位沒有廚房 所以三餐要靠買外賣解決 政府向每戶每月派發20個指定袋 他形容是完全不夠用 本身政府所有的配套 垃圾桶或者回收 好像我們這些三毛大廈 樓梯上的垃圾 誰清呢 我相信這條法例實施之後 我覺得我們現在住的街 可能會再更加多垃圾 因為你沒有人監管到 凌晨時份的人一袋袋垃圾 掉去垃圾桶旁邊 因為收不到回收不到 社協就建議政府應該向 在職低收入人士給予資助 並且全面延長陸在區區 回收站開放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